哈喽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 大家都知道九妹在整理不同之系的苗族服饰 好多小伙伴都说 九妹,你怎么只整理女装不整理男装 因为九妹是女生 我不可能说给你们穿男装嘛 不过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 我今天把男装的小马甲也整上了 看 女生 当然,不会这么敷衍大家的 我们真正的传统的古董级男装 都在这里啦 到底有多古董呢 我给你们拆散看一下 看 上面都是被老鼠咬的洞洞 不是我咬的哦 看 都是洞洞古董级的 这个是以前那个年代穿的 有点像马褂 这个马褂当然也不会这么敷衍大家 真正的古董在这里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 纯手工编织的这个麻布 做的这个苗族的马褂 这个呢 是来自云南昭通的传统苗族男士马褂 上面呢是有这个纯手工刺绣的这个花纹 看,上面的纹里都非常的细腻 这个针脚都能看得根根分明 这里就不是被老鼠咬的啦 这里是它故意留出来的一个部分 到时候是要围上那个腰带 把它盖起来 就是让它显得有点像那个燕网群样 让他男孩子的腰线更高一点 整个人身材跟大挺拔 这个衣服的背面也是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刺绣 刺绣搭配这个花布 这个花布也是有一点点年代感 看,这个麻布的编织的纹里的还是丝丝入脸 非常的细腻 这个颜色呢是用那个板蓝根 你没听错 就是你们吃的那个感冒药的板蓝根 染出来的这个蓝色 如果说刚刚那个因为年代的原因 十九了 有一点点褪色 这个颜色就非常非常的正 这个也是用那个板蓝根染出的这种带一点点紫的这种蓝 它在接触我们领子的这个脖子的部分 用了这个非常细腻的纹里的这个布 穿戴上更加舒服 可以看上面的针脚都是纯手工的 非常的古朴和传统 这个版本呢 就是非常精美的一个刺绣款 它的版型呢 就不像刚刚那样 腰线这里卡掉了一截 它这个就是很像我们名古的蓝色的那个大马褂 上面呢是非常精美的纯手工的这个刺绣 这个颜色呢 搭配也是非常苗族的风格 都是非常艳丽大胆的配色 它的宽度呢非常的宽 就是能够让整个人的腰心的视觉往上提一层 然后呢 它扎起来的时候 在边上 这边男左女右呢 跟跟看的全部都是传统的手工的这个麻布版本 这个呢 就是现代的这个迪伦布啊 但是呢 它上面结合的这个工艺还是手工的 它整个呢 版型呢 也是跟我们原来一样 它这里留了一个半截 来扎我们的腰带 它的背面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层次的这个搭配 不同花色的这个绣花袋 普通人穿这种非常花色的衣服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在我们少数民族 特别是苗族的男孩子 穿这种非常艳丽的这个服装 也是一种对个性的自我的一种呈现 对美的一种追求 所以说我们苗族的服饰啊 真的是甘当绿业 也敢与鲜花 比美真业 男士衣服呢 我是准备好了 但是酒妹顶多都能穿个马甲 这么多衣服 我真的要找个男模特来 继续去找我们的老朋友 老表来上阵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